我认为中欧大学学术领导力中心的建立 一方面将会促进双方了解各自高校大学的学术领导力的设置 以及相关的这种演变的历史情况 第二个可以深化双方的合作 均而加强对这方面的这种相关知识和这种相关规律的把握 第三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促进 可以转化成为我们对青年学术人才和学术领导者的培训 提高了它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过去影响力 目的练习